在台湾每年都会有好几波寒流来 那在我们台中 台北很多大都市里边 我们也会常常看到很多游民 当寒流来的时候 这些游民 这些流浪汉 街友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常常会躲在一个屋脚下 路边或者地下道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走过去了 有测饮之心 想帮他们 那当然我们会做了什么 我看过有人就是买个便当给他们吃 那我们来听听 在加拿大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5年11月15日 这一天刚好是这个小女孩 叫做加达 她的生日 她妈妈当天为她准备丰盛的晚餐 当他们吃过生日蛋糕以后 妈妈跟她说 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 等一下我们就去商店 买你所喜欢携带的那一件外套 他们很高兴就到街上去了 当加达跟妈妈买了她喜欢的那一件红外套出来的时候 走着她就看到路边躺着一个流浪汉 这位流浪汉名字叫凯文 那加达看到他说在那一边花朵的样子 他就以他善良的本能走进这一位流浪汉 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那凯文跟他说没有我只是冷而已 那这时候加达想到他的外套 为他来说是保暖 也不是很需要 只是多了一件 可是这位凯文 他正需要一个外套 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外套再退回去 为这位凯文买一个外套 那这时候各位家长想一想 你会怎么做 也许你会说他可能有这个事工的人来帮忙啊等等 可是这位妈妈马上非常支持同意加达的想法 他们回去商店退了那件外套 那么就买了一件成人穿的外套 外加一个帽子 那加达很高兴的 就把他的这一件大的外套跟帽子送给了凯文 那凯文穿在身上以后很感动 那加达也感到他能够帮助一个人 也心里也很愉悦 充满了温暖 可是在路上回去的沿路上 加达又在想 路边的流浪汉应该不止凯文一个人 恐怕有成千上百个 那我到底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呢 所以回去以后 加达想到 他可以先整理家里 爸爸妈妈或者其他亲戚 他们穿不上的外套 把他洗干净 整理好 来送给他们 那加达想到一个 送给他们 如何到每个人的地方去 同时也想到 直接送给他们 会不会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所以加达想到一个很聪明 又兼顾 接受者尊严的方法 他就在路边的电信杆上 把那个外套绑上去 同时加上一张卡片 这个卡片上面就写着说 我没有迷路 如果你有需要 就把我带回去 加达这样做 就躲在对面的路边观察 不久真的有一位流浪汉过来 看一看这个卡片 他真的需要穿上一个保暖的外套 就把他穿上了 这时候加达好高兴 跳起来 他终于想到一个这样 最美好的方法来帮助人 那加达这个举动 后来就影响了他学校的同学 他同学的家长 也都支持他们这样的活动 把那个他们家里 可以再使用的保暖衣物 那整理过后 就绑在这个哈里法科 这个城市的一些电线杆上 那这样的活动慢慢的 他们也跟周边的邻居 亲戚朋友 那么去收集这样的外套 做这种到冬天的时候 保暖为街友们服务 提供保暖的一个活动 他们这样的一个举动 后来有人把它po到脸书上 那也有人新闻做报导 所以加拿大后来在 每年的冬天 从哈里法克斯这个城市 往外扩展 很多人都笑话 加达了这种 把外套绑在电线杆上 或者说让电线杆穿上外套 的一个活动 那温暖了很多 需要被保暖的流浪汉 街友们 同时也兼顾了他们的尊严 当我小时候常常听到长辈说 如果你愿意帮助人 那你也要尊重他 比如说你把东西给人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给 好像一个施舍的样子 而是要手心朝上 尊敬地给他 那我们从上面加达的这个故事 可以看得出来 小小的心灵也就会思考到 他愿意帮助别人 注意到了对别人的这个尊重 那我想为我们每个小孩子 如果他有一个机会去帮助别人 那么他的父母家长老师 我们大人们 应该要尽力协助他们 完成他们这个小小的爱心行动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 这个小小的爱心行动 就像加达一样 竟然可以像一个石头丢到水里边 产生千千的连理扩大出来 把衣服穿在绑在电线杆的活动 形成每年的冬天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行动 那我相信在我们台湾 应该也很多机会 可以这样的发展出来 出现出来 那也请各位支持 玛利亚基金会跟格林文化 所要推动的 小学生公益阅读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